最近天氣真的是還蠻好的 到中午的時候 天氣還有些熱呢 想要學天狀況 我們來問一下 建良 建良早 你早安 大早安 好奇怪 可是每一次天氣比較好的時候 好像又有颱風來攪局了 好 我們趕快把線交給你 是的 安迪 在今天清晨2點鐘 今年的第29號颱風 科羅沙已經行程了 未來持續往 菲律賓北宋島的方向 呂宋島的方向前進 但是對台灣 是不會有直接影響的 但禮拜四 禮拜五兩天 大概最靠近台灣的南端 大概這個位置 那雖然不會對台灣有直接影響 但是一些外圍雲系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外圍雲系 逐漸移進來之後 對於這個北部東部地區 還是會帶來一些短暫爭雨的 但今天不會直接影響 台灣這個水氣 只是稍微增加一些 大概在基隆 宜蘭 花蓮地區 注意一下 雨勢可能會比較大一些 接著我們看到 今天水氣稍微增加 不過溫度上面 沒有太大的變化 我們看到各地區 這個中午還滿舒適的 都來到30度左右 但這個早晚溫差是比較大一些 我們看到有些地區 甚至一叉叉的10度左右了 那北部清晨的溫度 大概只來到18度 中部也是18度 南部跟東部稍微高一些 來到20度 所以早晚出門 不要忘記再加件外套了 那剛剛說到 今天水氣會稍稍深加一些 所以在北部地區跟東半部 還是容易會有一些 零星的短暫陣雨 那明天這個颱風更靠近 這個台灣南邊之後 整個北部東半部 雨勢會變得更明顯一些 那另外像今天這樣 桃園以南地區 中部南部地區呢 大概都是多雲到期 沒有太大的影響 那整體而言 今天天氣大概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但從明天開始 這個颱風更靠近南端呢 這個降雨的情況 可能就會變得比較明顯一些了 好 接著我們看到 各地區詳細的溫度預測 基隆台北新北市地區 22到29度 降雨機率30% 桃園新竹苗栗地區 18到30度 降雨機率是零 台中彰化南投地區 19到30度 降雨機率是零 雲林嘉義台呢 地區18到30度 降雨機率是零 接著我們看到 高雄屏東澎湖地區 20到30度 降雨機率是零 宜蘭花蓮台東地區 20到30度 降雨機率30到60 好 最後看到 廉江金門地區 19到27度 降雨機率0到20 好 接著我們看到 農民地的部分 先是農曆的 這個9月26號 屬豬的朋友 要特別小心跟留意了 那今天很適合 像安門跟安床 還有放水 都相當的合適 那一般放水 我們指的是家裡 如果有池塘 或是水族箱 你要把這個水 整個替換掉 其實今天都是相當合適的 那今天像這個架渠 或搬家 可能就盡量避免了 以上資訊 就提供給你做參考 我們將現場 交還給彥迪